继续来看到索马利亚的南部地区 最近五天降下了暴雨 引发洪水 凑成了14人死亡 还有超过11万个人流离失所 这一场洪灾紧接在去年的旱灾之后 加上了俄乌战争 抖制粮食价格飙涨 让当地濒临饥荒 专家就警告 气候变迁是加剧这一场原道主义危机的主因 而受影响的却是碳排量最小的一群人 大水退去 积水还没消退 儿童站在膝盖高的泥水中 表情茫然 不知该何去何从 索马利亚南部地区 最近五天暴雨下不停 猪八河和蟹贝利河水位上升 导致洪水泛滥酿成洪灾 猪八兰 鹤蟹贝利和西南州 受到洪水的影响最严重 当局已宣布 这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当地去年才发生四十年来 最严重的旱灾 造成四万三千人死亡 加上俄乌战争导致粮食价格飙涨 让当地濒临饥荒 这场洪灾造成十多人死亡 超过十万人流离失所 全国超过七十万人受到影响 南部邻国肯亚也出现灾情 洪十字会表示洪水冲走数十栋防射 至少造成十五人死亡 一万五千多个家户受到影响 联合国上个月曾指出东非十到十二月 可能降下一场大雨 但肯亚总统却驳斥 不会出现毁灭性洪水 援助机构和科学家警告 气候变迁是加速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 关键因素之一 只是受到影响最深的 却是碳排量最小的一群人 公司新闻这位人编译